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日审查预算案,不过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突然指出之前为环汉经济联席委员会所审查通过的劳基法修正案,过程有缺失因主无效。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健壮便提案表决,国清两党与民进党战成4比4拼手,但主席蒋万安投下赞成票,让劳基法修正案出现变数。 徐永明指出,劳基法应该要回到委员会再审,因为过去审查时有剥夺委员寻答,限制委员发言,议事录有问题,议事录登记不时等状况,李燕秀便要求表决之前的联席会是否有效。 民进党立委吴玉琴则认为,上次是未还汉经济联席会,未还单个委员会应不能直接讨论,不过,蒋万安仍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由国清在野党胜出,民进党团众赵柯建明、立委和兴臣等人前来质疑,会议一度暂时休息,直到时时取材开始继续审查预算。 民进党此时再度要求表决,并召来多位立委以人数优势又否决了李燕秀的提案。